子宫内膜不均匀要紧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秀 监视第四医院 伟产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子宫内膜不均匀 这是实际上是我们 B超医生在超生下 对子宫内膜的一个评价 那么子宫内膜不均匀的这种情况 常见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是 第一个子宫内膜增生过长 它增生的特别厚的情况 那么在B超下就表现着 子宫内膜的厚薄不均匀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子宫内膜的膝肉 这种情况下 也在超生下表现的 子宫内膜的不均匀 那么还有这种子宫内膜的这种 癌变 也可以表现出这种情况 第一个子宫内膜增生过长 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我们导致的临床的宫血 月经量比较大 持续干净不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 子宫内膜吸肉 那么常见表现 月经的淋漓不进 这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 就是说是我们子宫内膜的癌变 那么也是表现的 就是说是 子宫内膜的 就是说异常的子宫出血 它出血没有规律性 不规则的引导出血 特别是绝经以后 或者近绝经期的 妇女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就要考虑 子宫内膜的癌变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